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彷彿炸你的地方 刻下纠缠银河 说再见不是离别 何必追赶这句点 思念在一瞬间 沮道地平歇 黄月再歌唱 答你再铁磨 我离船头海 尘埃中花开 游护我热天 誓言追踪影 灵魂才寻找 时间从心 和你的方向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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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趁我阿姐命星陨落 凌霄师兄再说可摘星辰风筝 真以为我们玄门无主吗 我们绝不能轻扰了他们 就是 我们绝不能轻扰了他们 轻扰了他们 如今 这妖龙不知去向 区区一只九尾狐 就能在我玄门的戒备下 偷渡黑河 这狐妖 我亲自去抓 无心里离开宴会已久 我才能准确寻到他所在这处 约灰 你到底在哪里 你到底在哪里 逆逆着方向我看不清 法然尽力思陷情良心 赤风剑一阵阵 划过你我年轮 心不散离落 烟灰消失 画着你的剑意 一遍又一遍 吻着你的侧脸 一目又一目 黄昏醉了相思 扶不过一声叹息 此生一瞬交集 只为一遍 他危险你 走 走 快点呗叫声 不行 不能在悬门待着了 我们得赶紧过河 如今悬摇两界 守卫森严 等我们过了河 天药说不定就没那么容易追上 到了秦秋 说不定就能甩开他 任由他如何抢大 这黑河可不是随便就能用树花度过的 走 赶紧砍珠子 你不是说干红柱吗 怎么也是绿油油的 我们到底砍对了没有啊 应该没错 天药上标记的就是 杨慧 我帮你准备好了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能够躲开悬门去青秋的渡口 只有这一处 青秋 谁要去那种地方 我不知道你对燕灰做了什么 但我知道 你一直想到他去青秋 这钢红柱与普通柱无异 看断之后就会变色 我 我当然知道啊 你以为我砍错了 啊 你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与你无关 怎么就与我无关了 我跟他怎么说也算是生死不交 杀了他 躺不住狐心里 现在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他不想见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叶慧 对 叶慧这是怎么了 叶慧 你已经取走了护心里 你还想要什么 你非要对我赶尽杀绝吗 我没有 为什么要对他苦苦相逼 你 你什么呀你 当初叶慧给你表白 你跟他道歉的时候 我以为你是无法回馈他的心意 所以道歉 抱歉 现在看来你那时候 就有取走无心灵的念头了吧 原来 你那个时候 是在为我的命而道歉 不是这样的 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你惦记的了 放过他吧 你让开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你别让 我不会让开的 叶慧 叶慧 我想单独与你说 你还想单独 白小声 我知道 虽然现在我们打不过打 但我们两个是一条生上的蚂蚱 你可千万不能在危险的时候 气我而去啊 叶慧 你放心 我能像他一样吗 能 叶慧 罢了 我先祝你多喝 别 你别过来 叶慧 我能走 叶慧 白小声 九卫狐 你谁啊 你谁啊 不长眼睛啊 无奈青秋少主 而等若是能助我进退玄门人回去必有终赏 你有那个大个币 他们来了 跟我来住 不要 哪里跑 灵妃 燕慧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 跑啊 你不仅勾结妖龙炸了永州城 还勾结妖狐削了我广汉门的三重山仙棍 不是这样的 说起来很复杂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 你这悬门的叛徒 我今天势必让你死在我的剑下 等等 不如借此机会 让灵妃缠住天药 跑进蝉脱脚 师叔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都是他 他就是要喽 就是他挟持我炸了永州城 还和胡药连结 炸了广汉门三重山头 对 就是他 我可以坐这儿 是 是我又如何 牛肉 我要杀了你 替我姐姐报仇 走 干嘛 你们摆平那群悬门人了 听不懂吗 我只是觉得 我们三个人一起渡河 更加安稳一点 你觉得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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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之有理啊 走 半小生 你没事吧 你快把自己和厨房绑一下 别一会儿掉下去了 来 来 叶辉 半小生 再回想 你管我 说什么胡话 走 走 叶辉 来 到这儿了 我 你可能会很难 猿 你可能会不会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你别过来 你 咪不过户心里没有淘干净 还要再逃一次吧 不是 我对你没有图吗 不是 我知道了 我懂了 你定是觉得你取回了户心里 要做龙了 要威风了 以前那些难堪的事情 不想让别人知道 想让人灭口是不是 就是 你放心 今天 就此别过之后 你以前那些难堪的事情 我都会烂在肚子里 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杨慧 你放过我吧 我 我 我不会害你的 不会 这话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你 在龙骨镇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这么跟我说过 你不会又骗我吧 胡心里于我而言 不过是林甲一骗 不拿也无妨 杨慧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不要说了我不信 但这一次 这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对我做的事 和素颖对你做的事 之上有区别吗 我从未对你行素颖之事 可你却变成了第二个素颖 我没有把你钉在椅子上 就不错了 对你而言 我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吧 求你放过我吧 求你放过我吧 我也不想再看见 你别跟着我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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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啊 你个白耳狼 我救你你不但没有我感恩之心 还骂我 白小生 白小生 又回 你没事吧 我好害怕 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 没事没事 这不是好着呢吗 你们俩感情真好 还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炫耀情侣 姑娘 感谢你刚才出手相助 本世子呢 还是很懂得知恩图报的 这样吧 就折你们随我会 进去王宫领赏吧 不用了 就你那只是顺便 我们那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咱们就此别过吧 好吧 等 等一下 要拿的东西就在锦销旁宫啊 你如此盛情相邀 我们去去也无妨 是不是啊 善还是相领的吧 走了 本世子大赌 也不像什么其他妖怪一样 看不起你们玄美人 是是是是 那 跟我走吧 这路折腾死我了 总算回来了 傻子 嗯 要人保驾护航室还是好办的 走走走走 她还在说 我这也不想要是 那我就想要是 时光纵慢 点滴都是情书 散满星空 信念的梦 让夜晚也有彩虹 写满了篇章 让你是浪漫时起点 荣华我全部犹豫 杀生 你衣服怎么在我这儿 还不是半夜怕你冷 给你披上的吗 快拿回去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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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 你披着啊 这羽羊对你可是真好 还不是早就刮过回来 想不到你还挺会照顾人嘛 我可不对其他人这样啊 你们有没有感觉 好像有人跟着我们啊 清修怎么会有人 都是妖怪 别疑神疑鬼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喜欢摘果子了 不是怕你饿吗 他也摘你也摘 撑都撑死了 他有人 真有人跟着我们 吃你的果子吧 我们做我们的 累死我了 我说你们赶了我 怎么都不听我的话 绕来绕去地走 这要什么时候 才能到清修王宫啊 唉 那家伙 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甩都甩不掉 我以前也试过甩他 上山下水都不行 更别说 我们就绕了这么点路 不是 等等 我跟你们这么久 何时就被甩掉他啊 不然我们疯了 早说 我去骂走他 来 我说 你这个腰 都不害臊吗 都让你别跟了 你怎么还跟 我知道 你无非就是看上 里面的姑娘了呗 但我告诉你啊 做腰要有做腰的分寸 不能因为年纪小 就胡作非为 你 你看我做什么 看我就不敢骂你了 我告诉你 人家两口子关系可好了 你应该往里插一下 你不害臊吗 他们不是两口子 那也不影响你是第三者 我不是第三者 你还狡辩 唉 你不是第三者 人家会跟那位在一块 毫不搭理你啊 人家姑娘可不喜欢你了 一路都绕着倒走 你怎么还敢 现在这个世道吧 也不知道怎么了 也不知道怎么了 像你这种小妖 已经厚颜无始当 没有底线 唉 不喜欢你了 你非要缠着人家 唉 那影妖对她多好啊 对她百依百顺的 人家那才是天生一对 唉 你干什么 你要动手啊 我有说错吗 唉 还送用点自知之明啊 赶走了 怎么赶走的 骂走的 你怎么骂的呀 就 骂她不要脸啊 就 这么简单 就这 你才不要脸 烟灰 坏小烟 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东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一直都在啊 此前过黑河 我就在戒指里 一直被龙主带在身上 方才趁她不注意 我就自己从戒指里溜出来的 龙主不知道 还有人叫龙主这个名字 她怎么不叫鸡主 鸭主 大鹅主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我看你最不算个东西 一直在这儿叙叙叨叨 没完没了 他们不理解她也就算了 你竟也在这里狗杖人士 你妈谁狗呢 老子是狐狸 清秋王族大国主之子 九尾血统 你算什么东西 在老子面前这么说话 哼 你在老子面前也敢提什么 清秋王族 什么国主之子 死后还不是一仆图 你看在老子面前提老子 看老子不好收拾你 靠 你还在跟我动手 靠手 有风声 我这 我这 一个清秋的柿子 一个患毒的毒苗 都是由王位要继承的 可这闹 我看这清秋迟早 好像学妹一样 要完蛋喽 好了 别吵了 好了 不要再吵了 看在我救别恩人的份上 不给你计较 我要你饶 我今天教你做个要喽了 大半夜这么有精神 要打 出去打 换个姿势 不许学我 小环妖 这我就不理解了啊 她是糊涂的 就算她不知道前因后果 她都选择站在我这边 而你呢 你是亲眼看着那条龙捅进她的心口的 什么 她还捅你心口 你叫什么叫 现在不明是非的小要知识越来越多了 什么人都帮着说话 你懂个 过来 凡人 凡人 燕桓 我是真的觉得龙主她挺不容易的 龙主她回来之后 就一直记着找你 哦 她还被你师父打了一顿 我师父 嗯 陈兴山 灵霄之人 我听龙主是这样叫的 他来了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他好像知道你出事了 来了就把龙主打了一顿 龙主他本来就有伤 他是问你在哪儿 你就回答在哪儿就好了 不知道 或许 或许 他真的以为你死了 就又走了吧 那看来 爹给大师兄传个消息 莫让他们担心了 不需要吧 之前在刚鸿竹林不知见到林飞了 他回去肯定会好好炫扬你还活着的事情 也对 哎 我还没说完呢 你师父打龙主之前 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他之前对你下手 是因为素颖 我知道 你知道啊 素颖真人被妖龙定在广寒门主座上的消息 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那天我赶回龙谷 看到一片狼藉 联系前言后果也能猜到 素颖 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他的事 他才会如此 那素颖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 他杀了玉玉 玉玉 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 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 能治灼伤 别难过了 抱歉宴灰姑娘 素颖杀了玉玉 还带走了所有小精灵来威胁龙主 所以龙主才会那样做的 那 他那样做 确实是唯一的选择 那其他小精灵呢 后来怎么样了 救回来了 龙主把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好 燕灰 我知道了 好了好了 走走走 让他自己进一去 走啊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养灰 知道前因后果 你就心软了吗 我能做到不恨 就已经到头了 了 抱歉 今日才知道你 去了另一个世界 云云 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 可以像在龙谷一样 有可可爱爱的小伙伴 过得快快乐乐的 这里没有蜡烛 也没有你最爱的小葵花 只能找来一些树枝 还有山间的野花 来祭奠你了 对不起 没能保护好你 不过素颖 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你的龙主 已经替你报仇了 你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息 我总算明白 原来那天晚上 天药赐我心口 桃护心灵 也是无奈之举 真正的罪魁祸首 应该是素颖 我或许应该原谅他 但我 当我一看见他 我就害怕 就忍不住会想到可怕的事情 我恐怕 再也无法好好面对他了 再也无法好好面对他了 芸芸 对不起 你别怪我 气死我了 你气死我了 龙主 龙主 我刚才 刚才在山洞里没忍住 就把孕孕的事 我知道 但 但是龙主 晏慧这次 好像真的打算不理你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寻他 本是担心护心里离体 会危及他的生命 如今 我只想将他护送到青丘 确保他一切安然无恙 我便会离开 这 从此以后 正如他所愿 两步向前 可是龙主 你真的不会难过吗 嗯 莫不是早上才刚走 还想在后边跟吧 你 不是说我把人骂走了吗 你看这火刚熄的样子 像是把人骂走了吗 不是 这 我也不知道他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算了 我们先走吧 等等 你别带着我让了 我带你们走 我知道有一条劲道 但是 平时不带有人走 可能是有点危险 那个 顺便可以甩掉他们 早说 带路啊 我都想打你 快 这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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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快点 快点 这小狐狸体力 怎么这么好 不许它体力好 我可以感觉到 这里有一股夜力 与我们体内的黑气阴影像是吗 我还真不知道青秋 有这样一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 真的有这样一股夜力的话 那说不定 青秋真的有 能克制黑气之术的办法 你们再这么磨蹭下去 这进路走成远路了 不行 我要跟你说 我是真走不动 你这个妖怪 渡河也不行 走路也不行 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个 冰落的妖怪 我们初来扎道 水土工夫 力歇一下 再坚持一下 走过这个旷野 就到齐冲王宫了 到那要啥有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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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雷婧 哎呦 怎么了 真不行了 再歇会吧 歇会 你这个药也太不行了吧 你这个药也太不行了 我也不行了 怎么你也这样 好累 好煞 好渴 好渴 那就歇会儿吧 好煞 休息一会儿啊 谢谢啊 嗯 有这片阴影遮太阳 嗯 舒服多了 没事 没事 才不是她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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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小燕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小药 怎么阴魂不散呢 就 就你这小端腿 还想甩掉我呢 你 天真 都怪你们 哎 你 臭狐狸 不许熊燕灰 龍主知道你不想见他 特意让我把这个给你 拿着呀 还有啊 天上的这片云 也是他用法术驱使过来 给你遮阳的 之前你渡河的时候 他怕你找你 哎 你说 你一个青秋王子 怎么一口水都搞不到啊 啊 既然让一个患族的小妖 有机会来这儿献阴险 这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是患族的地方 狗屁 不就是一壶水一片云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给老子等着 老子今天晚上 非让你们吃上大餐 静会说大瞎话 你敢跟老子比吗 比比谁的晚餐更丰盛 比就比 谁怕谁啊 小短腿 哎 你等等我 别耍赖 小短腿 差不多了吧 来 我们走吧 什么破玩意 那别喝这个 杀了他 他 夺回虎心灵 杀了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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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看不清 我 看不清 发染尽 厘尽 厘尽量尽 有 zaman 你 你要 你 我 你 你 你 带我 你 你的剑意 一遍又一遍 吻着你的侧脸 一幕又一幕 黄昏醉了相思 风拂过一声叹息 此生一瞬交集 只为遇见你 詞曲 李宗盛 一杯里人泪 寄人尝过 明年日子月 窗難成全 青山绿水之间 花年春老神情不变 聚散总如你 细数相识 隐喻无尽 废话 追尽人间 春风还依旧 带着你的回忆 盛满了来路 回首几度不忘 寻找你曾经模样 只手相看 青年人间繁华依旧 此间有时 情难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